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明镜评论节目。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美国对中国的策略需要进行根本性的改变。 过去40年中,美国对亚洲,尤其是中国的政策随着不同总统的上任而不断变化, 然而随着中国的崛起,华盛顿的两党共识已经演变为一种对抗性的新冷战思维。 这种思维不仅错误,还会削弱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外交政策 美中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不容忽视,尽管美国试图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但在全球供应链中,这个目标几乎无法实现。 美国必须运用所有可用工具来保护其利益, 而不是让中国肆无忌惮地进行不公平的经济行为。 更重要的是,美国需要重新思考其在亚太地区的角色, 寻求与盟友的合作,而不是孤立自己。 在巴拿马新总统的上任之际, 中国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力可能会面临挑战。 新政府有可能重新考虑与台湾的外交关系, 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机会。 随着中国经济的放缓,北京也感受到日益紧迫的压力, 然而仅依赖货币政策无法解决深层次的经济问题, 全面的财政策略和结构改革是必不可少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必须抓住机会, 强化与盟友的关系,重新定义与中国的竞争边界。 只有通过合作与对话,才能实现真正的共存, 并在这场权力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华盛顿对中国的策略必须改变。 在过去40年里,我在亚洲,特别是中国, 建立和管理了多家企业。 这段期间,我经历了美国对亚太地区政策的多次变迁, 从总统更替到策略重心的转移。 美任总统都有不同的侧重点, 有些强调整体区域战略, 有些则专注于中国。 然而,近十年来, 华盛顿的政策逐渐变得两党共识, 主要目的是保护美国工人免受全球竞争的影响, 这导致美中竞争被看作新冷战。 然而,这种新兴的政策观念是错误且适得其反的。 如果美国希望在面对中国日益增长的挑战时 创造更有力的权力平衡, 就必须调整其策略。 下一任总统应该重新指导亚洲政策, 以加强威设立, 同时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 若不进行这样的转变, 美国将面临削弱自身领导地位和利益的风险。 美国和中国虽同位大国, 对国际体系的未来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愿景。 然而,与冷战不同的是, 华盛顿和北京被锁定在同一国际体系中, 彼此竞争着相对领导权和影响力。 苏联从未能接近美国的经济实力, 而中国则深深融入全球经济, 占全球经济近20%, 并生产了全球35%以上的制造业产出。 中国是12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 这使得美中两国的经济深度相互依赖。 尽管政策旨在减少彼此依赖, 美中之间的贸易每年仍接近7000亿美元。 两国主要企业通过全球价值链紧密相连, 供应链涵盖全球性公司网络。 华盛顿和北京都在努力限制 对彼此关键产品的过度依赖, 这反映出双方共同的本能, 及缩小对方的杠杆和潜在的胁迫能力。 试图完全解开这些密集的价值链 不仅几乎不可能, 还会对美国经济造成伤害。 这种相互依赖不应限制 华盛顿捍卫关键利益的需求。 事实上,它提升了这一需求。 美国对中国经济的暴露程度 要求华盛顿利用所有可用工具 来保护知识产权, 抵御通过间谍活动 获取军事或经济优势的努力, 挑战掠夺性经济行为, 并坚持美国企业及其工人的公平待遇, 让任何国家肆无忌惮地进行不公平的经济行为 不仅会在战略上是错误的, 在政治上也不可行。 今天,美国或中国的区域并无固定的地理划分, 而是一群国家应对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的不满而联合。 这些国家,包括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北韩, 都希望在抵抗美国及其盟友的影响和经济压力方面获得更大保护。 随着他们获得的保护越多, 他们对其他非自由行为者的吸引力就越强。 在这些国家中, 中国仍是现有秩序中的主要行为者, 与俄罗斯、伊朗和北韩不同。 这些国家从混乱中获益, 而中国则不然。 中国越是与这一联盟认同就越暴露于地缘政治风险中, 包括关闭与欧洲和美国建立更具生产性的关系的途径。 好消息是, 北京认为与西方的关系对其历史性崛起至关重要。 当我在1992年首次开始在中国做生意时, 上海的街道昏暗几乎没有汽车。 人们骑自行车, 推着煤车走路以取暖。 如今, 上海拥有令人印象深刻的现代天际线, 数亿中国人已在一代人内摆脱了极端贫困。 这些进步都是通过与西方的接触实现的。 这一事实不仅在街头人们心中根深蒂固, 也在我所认识的高层领导人和商界人士心中。 世界各国正在行使自主权, 以最大化自身利益, 而不是选择立场。 原因很简单。 首先, 美国的政治对任何国家来说都过于不可预测。 其次, 国际上队阻止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崩溃并没有热情。 第三, 美国在推进其治理愿景的记录显著失败, 想想委内瑞拉、 伊拉克、 阿富汗和利比亚。 第四, 遏制战略代表了对美国影响力和权力限制的危险盲目, 这种盲目在华盛顿以外几乎没有共鸣。 第五, 对美国盟友来说, 疏远北京的成本和风险过高。 美国在定义与中国竞争的边界时, 应该倾听其盟友。 世界并不将当前时刻视为意识形态的竞争战斗。 美国的伙伴对中国成为一个孤立、 受伤和不满的大国并没有热情。 美中竞争的正宗在于亚洲。 中国要想取代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首先必须将美国从其本土地区的领导地位中驱逐出去。 这一地区将在未来几十年内成为全球经济的主要引擎。 我看到亚洲普遍渴望繁荣, 并希望稳定的法治力量和权力平衡。 然而, 美国和中国对该地区的未来有着对立的愿景。 美国希望亚太地区保持不受中国霸权影响, 保持对市场的合法无阻的进入, 并维持其经济、军事和技术领导地位。 相比之下, 中国希望回到该地区核心力量的历史角色, 期望区域国家对其核心利益更加顺从, 并在该地区获得更大的行动自由。 华盛顿要超越北京并保持其领导地位, 就必须接受几个不变的真相。 例如, 美国需要减少对价值观作为吸引力来源的强调。 华盛顿过度宣传人权和民主原则在亚太地区的吸引力。 在亚洲, 个人权利的观念与对集体权利的支持之间存在平衡。 作为美国人, 我对我们的核心价值观非常重视。 所有国家都应努力支持和改善人权, 但每个国家都会选择自己的道路来实现这一目标。 该地区的国家并不是围绕意识形态组织的, 而是围绕国家身份的概念组织的。 他们的国家身份为国家提供了强大的叙事, 围绕着国家所代表的意义和反对的对象。 这使得亚太地区影响力竞争的主要舞台在于国家发展和安全的平衡。 美国的经济模式应该为吸引对我们领导愿景的支持提供强有力的起点。 我们的经济是市场导向的, 拥有透明的法律体系, 对个人和财产权的尊重, 以及强大的司法机构。 然而, 美国目前并未充分考虑其伙伴的需求, 包括该地区对于与美国获得更大市场准入的渴望。 推进我们的利益意味着拥抱在政治圈中已经失宠的想法。 通过贸易协定促进美国与伙伴之间的更深经济一体化将使命运更加紧密相连。 这将促进美国的市场导向、公平贸易的愿景, 并加强我们在世界舞台上的存在和持久力。 简而言之, 贸易协定至关重要。 除了促进更大的经济一体化外, 华盛顿还需要提升其在该地区的防御姿态。 我们的盟友希望美国持续的军事存在能确保稳定。 根据安全和军事专家的说法,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华盛顿及其伙伴必须引入新的概念和能力, 以挫败任何国家试图以武力重新划定亚洲边界的企图。 美国的联盟和安全伙伴关系是我们在该地区威慑姿态的基础。 然而, 我们目前并未具备以所需的速度和规模生产船只、 飞机、导弹、弹药和自主武器的能力, 以满足我们自身的国家安全需求或伙伴的需求。 美国必须恢复生产防御设备的能力, 以满足战略挑战的长期需求。 这样才能确保我们在与中国的长期竞争中保持优势。 巴拿马新总统意味着新的中国政策。 2017年, 巴拿马做出了一个震惊世界的决定, 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 转而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这一举动不仅让美国感到意外, 也标志着北京在拉丁美洲影响力的增强。 然而, 随着巴拿马新总统的上任, 这一趋势可能会出现逆转。 若台湾和美国能够保护巴拿马免受北京的报复, 并弥补其经济损失, 巴拿马或许会考虑恢复与台湾的正式外交关系。 这将是台湾在拉丁美洲的一次重大胜利, 对美国来说, 这也是一次难得的胜利。 今年5月, 巴拿马选举产生了保守派前外交部长何赛, 拉乌尔, 穆利诺为新总统。 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尴尬的时刻, 因为穆利诺是前总统马丁内利的亲密盟友, 而马丁内利因贪腐被美国国务院制裁, 并因洗钱罪被巴拿马最高法院禁止参选。 穆利诺的竞选口号是 马丁内利就是穆利诺, 穆利诺就是马丁内利。 然而, 在当选的那一天, 穆利诺承诺不会成为任何人的傀儡, 迅速将巴拿马塑造成美国的战略伙伴。 相比之下, 巴拿马对中国的态度则显得冷淡, 美国与巴拿马的历史关系相当复杂。 1903年,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帮助巴拿马从哥伦比亚独立, 美国随后建造了巴拿马运河, 这仍然是巴拿马最重要的经济资产和国家自豪感的来源。 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美国对运河的控制逐渐引发了巴拿马人的不满, 最终在卡特总统的努力下, 达成了将运河移交给巴拿马的协议。 1989年, 美国入侵巴拿马,推翻了强人统治者马努埃尔、 诺列加,并以毒品贩运罪起诉他。 如今, 美国在巴拿马的形象相当良好。 根据拉丁美洲民意调查机构Latinobal Metro的数据, 近80%的巴拿马人对美国持正面看法, 几乎是对中国持正面看法的两倍。 穆利诺对美国感兴趣的议题表现出特别的关注。 在他就职的几小时内, 巴拿马与美国签署了一项协议, 将从哥伦比亚经过达连爱口抵达北方的移民遣返。 他还支持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强硬立场, 并曾一度向声称胜选的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提供庇护。 如果巴拿马在外交政策上做出更果断的改变, 那么它将成为一个特例, 因为在这个中国影响力不断上升的地区, 大多数政府都倾向于保持中立。 美国多次警告中国的腐蚀性资本, 但各种意识形态的领导人仍然急于前往北京寻求投资。 近年来,中拉贸易从2000年的140亿美元激增至2022年的5000亿美元。 在这样的背景下, 巴拿马新政府在重新设计其中国政策方面可能会走多远, 尚不清楚。 支持台湾而非中国通常不是一个受欢迎的政治决定, 即使是台湾最亲密的盟友, 包括美国, 也与北京而非台北保持正式关系。 中国对台湾的分歧向来不容忍, 即使反对者距离争议岛屿有一万英里。 就像巴拉圭, 台湾在南美洲唯一的外交伙伴, 在COVID-19疫情高峰期, 中国就曾因疫苗问题对巴拉圭施加压力。 或是海地, 据报道, 中国因海地与台北的关系而反对美国计划派遣联合国维和部队以驱逐犯罪帮派。 去年, 中美洲议会驱逐了台湾, 取而代之的是中国。 巴拿马需要所有的朋友。 近年来, 巴拿马经济遭受了一系列打击, 包括疫情、 全国抗疫、 主要铜矿的关闭、 干扰运和运作的干旱以及投资级贫瘠的丧失。 商界更愿意在美中竞争中保持中立, 因为中国在巴拿马的科隆自由贸易区拥有重要的存在, 并且目前正在建设第四座运河大桥。 即使巴拿马不恢复与台湾的外交关系, 它仍然可以加强与台湾的关系, 表明台湾可以成为该地区所有国家的宝贵伙伴, 并且巴拿马的外交政策反映了巴拿马的利益。 日益紧迫的感觉, 这是北京的经济清算吗? 随着中国经济放缓的情况越发明显, 政策制定圈内出现了一种日益紧迫的感觉。 经过数月的疲弱复苏和关键行业的日益困境, 北京似乎开始意识到当前形势的严重性。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 中国人民银行于9月24日推出了一系列广泛的措施, 显示出中国的中央银行准备采取更积极的步骤 来应对持续的挑战。 尽管这些货币政策的调整意义重大, 但许多专家认为, 仅仅依赖流动性注入是不够的。 真正的考验在于北京是否会配合这些措施, 推出一个全面的财政策略, 以应对当前的经济压力和更深层的结构性问题。 经济学家刘世锦作为中国经济辩论中的重要声音, 已成为呼吁更大财政策略的积极倡导者之一。 他呼吁推出一个高达10万亿元人民币的财政刺激计划, 以重振经济, 强调短期救助和长期结构改革的必要性。 人民银行的最新行动令市场感到惊讶, 推出了一系列旨在提高流动性、 稳定房地产市场和支持资本市场的激进政策。 这些措施的核心是将存款准备金率下掉50个基点, 预计将向银行系统注入约1万亿元人民币。 中央银行还将逆回购利率下掉20个基点, 这表明未来可能会进一步降低贷款市场利率。 这些措施旨在减轻购房者的财务负担, 稳定过去一年大幅下滑的房地产市场。 为了进一步增强市场信心,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推出了新的工具, 以鼓励长期投资。 这些工具包括允许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使用债券、 ETF和股票作为流动性的抵押品, 为股权投资创造更有利的环境。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在过去的40年里, 我在亚洲包括中国建立和管理了多家企业。 在这段时间里, 我与多位领导人进行了频繁的会晤, 包括在北京的习近平主席。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目睹了美国对该地区的策略随着不同总统的上任而变化。 有些总统强调区域战略, 而另一些则专注于中国。 许多总统优先考虑贸易促进。 过去十年来, 华盛顿越来越两党共识的优先事项 变成了保护美国工人免受全球竞争的影响。 在这个过程中, 美国的战略社群对美中竞争的看法愈发迷恋, 将其视为一场新的冷战。 这种新兴的政策正统观念是错误的, 且适得其反。 如果美国希望在面对中国日益增长的挑战时, 创造更有力的权力平衡, 就必须调整其策略。 美国的下一任总统应该重新指导亚洲政策, 以加强威慑力, 同时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 若不进行这样的转变, 美国将面临削弱自身领导地位和利益的风险。 美国和中国都是大国, 对于国际体系的未来有着截然不同的愿景。 然而, 与冷战时期不同的是, 华盛顿和北京如今被锁定在同一个国际体系中, 彼此竞争着在这一体系中获得更大的相对领导权和影响力。 冷战期间, 苏联是一个孤立, 陷入困境的资源丰富经济体, 从未能接近美国的工业和经济实力。 相比之下, 中国则深深融入全球经济。 中国的经济占全球经济的近20%, 远超冷战时期的苏联。 中国还生产了全球35%以上的制造业产出, 并且是12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 美中两国的经济深度相互依赖。 尽管近年来, 政府导向的政策旨在减少彼此的依赖, 以及美国控制可能帮助中国军事进步的双用途物品的出口政策, 但两国之间的贸易仍然接近每年7000亿美元, 尽管这一数字正在下降。 两国的主要企业通过密集的全球价值链紧密相连。 供应链如今涵盖了一个全球性的公司网络, 华盛顿和北京都在理性地努力限制对彼此关键产品的过度依赖。 这些平行努力反映了双方共同的本能, 及缩小对方的杠杆和潜在的胁迫能力。 尽管在高科技和国家安全关键领域的美中脱钩正在进行, 但试图完全解开两国之间密集的价值链将是明智的。 这样的努力不仅几乎不可能实现, 还会对美国经济造成伤害, 包括依赖中国中间产品和能力的企业。 这种相互依赖的深度并不限制华盛顿捍卫关键利益的需求。 事实上,它提升了这一需求。 美国对中国经济的暴露程度要求华盛顿利用所有可用工具来保护知识产权, 抵御通过间谍活动,获取军事或经济优势的努力, 挑战掠夺性经济行为, 并坚持美国企业及其工人的公平待遇。 相反,让任何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国家, 肆无忌惮地进行不公平的经济行为, 将会在战略上是错误的,并且在政治上不可行。 与冷战初期不同, 今天美国或中国的区域并没有固定的地理划分。 相反,存在一群因对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共同不满而激励的国家。 这些国家包括了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北韩。 他们都希望在抵抗美国及其盟友的影响和经济压力方面获得更大的保护。 随着他们获得的保护越多, 他们对其他非自由行为者的吸引力就越强。 在这些国家中, 俄罗斯、伊朗和北韩在国际体系外越来越成为孤立者, 而中国则仍然是现有秩序中的主要行为者。 那些在体系外的国家从混乱中获益,而中国则不染。 中国越是与这一联盟认同, 就越是暴露于地缘、政治风险之中, 包括关闭与欧洲和美国建立更具生产性的关系的途径。 好消息是, 北京认为与西方的关系对其历史性崛起至关重要。 当我在1992年首次开始在中国做生意时, 上海的街道灯光昏暗几乎没有汽车, 人们骑自行车推着煤车走路以取暖, 如今,上海拥有令人印象深刻的现代天际线, 数亿中国人已在一代人内摆脱了极端贫困, 个人开始购买人寿保险, 企业则购买财产和意外险以保护其资产。 这些进步都是通过与西方的接触实现的。 这一事实不仅在街头人们心中根深蒂固, 也在我所认识的高层领导人和商界人士心中。 世界各国正在行使自主权, 以最大化自身利益, 而不是选择立场。 原因很简单, 首先, 美国的政治目前对任何国家来说都过于不可预测, 无法压住华盛顿推进一项耐心的长期战略, 以迫使中国崩溃。 其次, 国际上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崩溃并没有热情。 第三, 美国在冷战后强加其治理愿景的记录, 想想委内瑞拉、伊拉克、阿富汗和利比亚在失败上是显著的。 第四, 遏制战略代表了对美国影响力和权力限制的危险盲目, 这种盲目在华盛顿以外几乎没有共鸣。 第五, 对美国盟友来说疏远北京的成本和风险过高。 美国在定义与中国竞争的边界时, 明知之举是倾听其盟友。 世界并不将当前时刻视为一时形态的竞争战斗。 美国的伙伴对中国成为一个孤立、受伤和不满的大国并没有热情。 美中竞争的阵中在于亚洲。 中国要想取代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首先必须将美国从其本土地区的领导地位中驱逐出去。 这一地区将在未来几十年内成为全球经济的主要引擎。 我看到亚洲普遍渴望繁荣并希望稳定的法治力量和权力平衡。 然而,美国和中国对该地区的未来有着对立的愿景。 美国希望亚太地区保持不受中国霸权的影响。 它希望保持对市场的合法无阻的进入。 华盛顿决心维持其经济、军事和技术领导地位。 它将其联盟网络和市场导向的区域经济愿景, 是为实现这些目标的关键。 美国领导人传统上, 希望在亚洲创造有利于民主制度蓬勃发展的土壤。 相比之下, 中国希望回到它所认为的作为该地区核心力量的历史角色。 它期望区域国家对其核心利益, 包括其广泛的领土主张,变得更加顺从。 北京希望在该地区获得更大的行动自由, 包括削弱或打破美国的联盟网络。 中国还渴望获得对其国内体系的更大尊重, 并拥有可以向其他国家出口的社会控制和坚实的工具和技术。 如果华盛顿要超越北京并保持其领导地位, 就必须接受几个不变的真相。 例如, 美国需要减少对价值观作为吸引力来源的强调。 华盛顿过度宣传人权和民主原则 在亚太地区的吸引力。 在我的经验中, 我发现美国试图宣扬其政治价值观 在这个地区并不具说服力。 在亚洲, 个人权利的观念与对集体权利的支持之间存在平衡。 作为美国人, 我对我们的核心价值观非常重视。 所有国家都应努力支持和改善人权。 每个国家都会选择自己的道路来实现这一目标。 该地区的国家并不是围绕一时形态组织的, 而是围绕国家身份的概念组织的。 他们的国家身份为国家提供了强大的叙事, 围绕着国家所代表的意义和反对的对象。 对于该地区的大多数国家来说, 他们国家故事的一个关键要素是他们的独特性 以及对被北京控制的厌恶。 而对于该地区的领导者来说, 衡量他们是否改善了公民生活的关键标准 是与过去和同龄人相比。 换句话说, 国家发展和安全平衡 是亚太地区影响力竞争的主要舞台。 美国的经济模式应该为吸引对我们领导愿景的支持 提供强有力的起点。 我们的经济是市场导向的 拥有透明的法律体系 对个人和财产权的尊重 以及强大的司法机构。 美国公司在推进技术创新方面 是全球领导者。 就业市场蓬勃发展, 工资上升。 此刻, 美国经济的表现超过了中国和其他发达国家。 然而, 美国目前并未充分考虑其伙伴的需求 包括该地区对于与美国 获得更大市场准入的渴望。 推进我们的利益 意味着拥抱在政治圈中 已经失宠的想法。 通过贸易协定 促进美国与伙伴之间的更深经济一体化 将使命运更加紧密相连。 这将促进美国的市场导向 公平贸易的愿景, 并加强我们 在世界舞台上的存在和持久力。 简而言之, 贸易协定至关重要。 美国、墨西哥、 加拿大协定 ASMCA 取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就是一个我们硬考虑扩展的区域一体化的例子。 除了促进更大的经济一体化外, 华盛顿还需要提升其在该地区的防御姿态。 我们的盟友 希望美国持续的军事存在能确保稳定。 根据安全和军事专家的说法,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华盛顿及其伙伴 必须引入新的概念和能力 以挫败任何国家 试图以武力 重新划定亚洲边界的企图。 美国的联盟和安全伙伴关系 是我们在该地区威慑姿态的基础。 然而, 我们目前并未具备 以所需的速度和规模 生产船只、 飞机、 导弹、 弹药和自主武器的能力 以满足我们 自身的国家安全需求 或伙伴的需求。 美国必须恢复生产防御设备的能力 以满足战略挑战的长期需求。 在此期间, 我们应该利用这一时刻 作为与盟友 共同加速防御生产的机会。 我们应该在现有的各种合作 和安全协议的基础上 进行扩展, 包括Oculus、 四方安全对话, 美日韩三方协定 以及一系列双边安排。 中国拥有优势 包括其与亚洲其他地区的接近性、 其规模、文化和专业知识。 然而, 近年来, 中国通过要求 对其领土主张的服从 和对自身经济的管理不善 削弱了其在该地区的吸引力。 北京的内部表现不佳, 正在减少其吸引力, 而其霸凌行为 则使许多国家更接近美国。 各国将行使自主权 以确保美国和中国都保持活跃, 且都不会获得独占的主导地位。 然而, 华盛顿必须抓住北京所提供的机会。 美国的全球联盟网络 是其在与中国的长期竞争中的不对称优势。 任何贬低我们联盟的行动 都会削弱我们与中国竞争的能力。 具体而言, 如果美国将其外交政策组织 围绕着与中国的无休止对抗, 它将发现很少有追随者。 维护这一网络需要不断地关注 和寻求共同利益。 这就是美国领导人和有志于 成为领导者的人的言辞 所重要的地方。 对于新冷战或中国共产党崩溃的 意识形态宣言, 或是对世界两大经济体 完全脱钩的呼吁 并不止于我们的边界。 这些呼吁在美国与其伙伴之间 造成距离。 矛盾的是, 美国领导人的这些声明 也加强了中国领导人 对权力的控制。 原因在于, 对政权崩溃的呼吁 强化了中国的观念 及美国意图阻碍 中国人民的进步。 如果中国人民认为 国家正面临敌对对手的挑战, 我预计他们会团结起来 支持自己的领导人。 需要明确的是, 几乎没有迹象表明 中国对美国或亚太地区的 态度会在短期内缓和。 美国领导人 需要坚定不移地 捍卫我们及盟友的利益。 与此同时, 未来并非注定。 如果中国的行动 正在损害其自身利益, 北京最终会调整其策略, 这不是出于对美国的恩惠, 而是出于自身的利益。 美国领导人 无法决定这种转变的时机。 尽管如此, 我们的领导人 越是表现出 愿意在未来欢迎一个 更繁荣且不那么好斗的中国, 中国领导人在国内 为其激进和不耐烦的路线 辩护的压力就会越大。 我们正处于 相对权力的竞争中, 而不是绝对权力的竞争, 这与共存的概念是一致的。 通过外交 与中国领导人 进行直接对话 是探索这种 共存条件的途径。 接触并不是软弱 或投降的行为, 而是对现实的认识。 美国可以承担战略耐心, 即使在捍卫我们的利益 和原则时 也要坚定不移。 美国在相对于 中国的整体国家力量上 保持着压倒性的优势, 这一优势在近年来 随着我们经济的加速而扩大, 而中国的经济则放缓。 美国政策制定者 应该以这些优势 为信心行事, 而不是寻求不良的历史类比, 来为那些在国内 造成自我伤害 并在国外驱动盟友之间的 分歧的政策辩护。 欢迎大家进入 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美国对中国的策略 必须改变。 现在我们的政策 就像一个过期的冷战指南, 完全无法应对 现代的全球经济环境。 美国需要拥抱 亚洲经济一体化, 同时加强防御姿态, 以确保我们 在该地区的领导地位。 否则, 我们就像刺猪一样, 刺伤自己而不是对手。 哦,楚天书, 你就像在看过期的漫画书。 你的主张简直是天方夜谭。 事实上, 美国应该加大对中国的经济压力, 防止中国经济崛起成为全球霸主。 华盛顿应该更加坚决地 保护我们的国家利益, 而不是在亚洲这片地区 搞什么大团结。 你这个策略 就是在给对手开门放狼进来。 谢琪琪, 你这简直是把我们的未来 交给了过去的影子。 冷战时期的策略 根本不适用于现代全球经济。 我们和中国的贸易额 近7000亿美元, 两国经济相互依赖, 完全脱钩无异于自窃经济动脉。 你还记得吗?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出口国, 120多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 只要我们理性地进行经济一体化, 美国将获得更多的盟友和市场, 而不是更少。 哦,让我笑一会儿。 楚天书, 你的策略就像是一个徒手 去捉老虎的傻瓜。 中国的经济依赖美国的市场, 但同时它也在窃取我们的技术, 操纵贸易规则, 甚至在间谍活动上无所不畏。 你这么想与中国和平共处, 岂不是在给他们送大礼? 我们需要的是强硬手段来保护美国工人和企业, 而不是和对手来一场爱的和谐。 齐齐,你这简直就是在拔苗助长。 历史告诉我们, 孤立和对抗的策略是自毁的。 想想苏联, 庞大的经济体却因为自我孤立和军事开支过高而垮掉。 我们需要的是聪明的策略, 利用中国自己制造的地缘政治风险来确保我们的利益。 我们要的是合作而非对抗, 这样才能真正赢得未来。 哼,楚天书, 你的合作梦想就是一个肯德基的许愿筒, 全都是空的。 中国才不会因为我们的友好姿态而改变, 反而会更加得寸进尺。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坚定的立场, 让中国明白美国不是可以随便捏的软柿子。 你的策略只会让我们在这场竞争中输得一塌糊涂, 你就是在给美国掘墓。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